鬼物笼罩的范围比想象中的大,在外面看似乎就只是覆盖了一个酒店的面积而已,但是真正走进这鬼物之中后就仿佛置身于一个迷雾世界,距离在这里似乎并不太管用。 杨坚睁开鬼眼,张开属于自己的鬼欲,行走在鬼物之中已经有五分钟了。 按照正常的距离来算的话,他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凯撒大酒店之中,但是现在,他还在马路上,周围连酒店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鬼物之中的空间似乎被放大了很多倍。 不过仅是这样杨坚并不担心,他更加在意的是这鬼物之中隐藏着的那只鬼。 从自己进入鬼物之中开始,杨坚就隐约觉得周围那灰蒙蒙的浓雾之中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尾随着自己。 偶尔浓雾凝聚仿佛形成了一个人形的轮廓站在旁边看着自己,偶尔一个若有若无的脚步声从自己的身后出来。 这些细小的动静,无不证明着,这浓郁的鬼物之中的确是有东西。 好在这只鬼的恐怖级别似乎并不高,并没有入侵杨坚的鬼欲,所以到目前为止它是安全的。 到了,将近花了十分钟的时间,杨坚才穿过了鬼物,终于站在了凯撒大酒店的大门前。 一路上算是有惊无险。 酒店和昨天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看似正常的酒店其实处处透露出诡异。 然而这次杨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找人,也不是想要去关押哪只鬼,他这次的目的是要将这酒店的潜在危险降到最低,然后方便下一步的行动。 如果还和上次那样硬闯的话,就算是杨坚自认为自己可以活着出来,但是雄文文,罗素逸他们必定也会栽在这里。 虽然罗素逸和林洛梅的生死杨坚可以不放在心上,但从大局上来看,任何遇鬼者的死都不是一件好事。 杨坚走进了酒店的大堂,他看见这大堂的地砖上残留着很多脚印,像是有人在这酒店之中反复地进出一样,这些脚印大小都不一样,但脚印的材质都是一样的,干枯,发黑,带着一种淡淡的腐臭味道。 像是鞋子上沾着尸体腐烂后的湿水走过后留下的。 是二楼的那只鬼活动的痕迹吗?杨坚抬头看了看酒店的二楼方向。 那个深邃的过道里一直延伸到了黑暗之中,没有一丝的灯光,但诡异的是二楼的大门却是对内敞开的,似乎就在不久之前有什么人走上了台阶,去到了二楼。 二楼有鬼,四楼则是郭帆和冯泉失联的地方,那里更加的危险,就目前的信息可以判断出这酒店的一楼暂时还算是比较一个安全的区域,但二楼的鬼一直处于活动的状态,未必不会突然闲逛到一楼来。 所以我的行动要快,如果那只篡改记忆的鬼成功地袭击了郭帆和冯泉,那么我的到来他们一定知道,同样是总部的遇鬼者,他们的卫星定位手机也可以定位我的位置。 杨坚目光围动立刻大步往前走去。 他要去的地方是酒店的监控室,至于位置他在昨天晚上做功课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整个酒店的布局,还有建筑结构在脑海里都有了一个大致的清晰认识,为了确定酒店的内部结构,他甚至是让工作人员咨询了这酒店的经理。 信息是不会有错的。 杨坚穿过大堂,一路都十分小心和谨慎。 不过他发现,随着他深入酒店,笼罩在外面的鬼物对这里的影响越来越小了,起先在大门外的时候还是浓雾一片, 但是随着他进入酒店,鬼物反而不那么浓郁了。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而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信号。 鬼物都无法入侵这座酒店就意味着酒店之中有更加恐怖的存在对鬼物形成了限制。 应该就是这里了。 杨坚没有沿着酒店过道一路绕行,而是用鬼玉的能力直接穿过墙壁,一路直行,最后来到了一间大门紧锁的房间。 这是酒店内的监控室,他问过这个酒店的经理,这里也有播音设备,可以对整个酒店进行广播。 他要做的是将自己手机里的一段音频文件上传,并且通过广播传遍整个凯撒大酒店。 这一段音频文件是杨坚一直保留的敲门鬼的敲门声。 或许也是目前网络上仅存的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有一个非常恐怖的能力,可以将那敲门鬼引来,而那些听到敲门声的人全部都会被那敲门鬼找上。 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必要慢慢地去探索这酒店了,通过这酒店的广播我将那敲门鬼引来,到时候让敲门鬼去替我对付这酒店之中那些潜在的恐怖。 我也很想知道,人听到这敲门声会被敲门鬼杀死,但是鬼听到了这敲门声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杨坚一边上传音频文件,一边心中暗道。 至于在四楼之中失联的冯权和郭凡,他已经放弃了救援他们,因为代价太大了,并不值得,而且不能保证他们是否已经沦为了鬼奴。 当然他们要是真的没事,又能撑过鬼敲门事件的话,等杨坚下一步行动之后他们自然可以脱困。 然而现在,杨坚不会为了他们来破坏自己的计划。 这也是目前唯一安全可行的计划。 很快,音频文件上传成功,他一个人摸索了好一会儿,又通过手机咨询了一下专业人士方才学会了如何进行广播。 这个诅咒也是通过声音传播的,所以只要不听见十有八九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但为了保险起见,在广播生效之后我应该暂时的离开这里。 杨坚设定了广播的时间。 这个时间定为半个小时。 时间有点久。 这是为了确保能够尽快的将那敲门鬼影过来,免得拖长时间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切设定完成之后杨坚点击了播放按键,接着头也不回地迅速地撤离凯撒大酒店。 吃吃Tilda。 在他撤离的时候,整个凯撒大酒店的广播响了起来,显示一阵杂乱的电流声,有些刺耳。 随后一个沉门,诡异的敲门声在酒店的各个播音器里响起,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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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敲门鬼的诅咒开始传播了。 这酒店之中本来就处于封锁的状态,所以杨坚并不担心会有无辜的人卷入里面,能在这酒店带的要么就是那只篡改记忆鬼的鬼奴,要么就是真正的鬼,唯一遭受无望之灾的可能就是郭凡和冯犬了。 但他们应该看过敲门鬼事件的档案,如果还活着的话,未必不能做到防范敲门鬼那可怕的敲门杀人。 动用鬼欲,穿过墙壁,走出酒店,仅仅花了几秒钟的时间。 杨坚再次回到了鬼物之中。 鬼物隔绝了周围的一切声音,此刻广播应该生效了,但周围却一点声音都没有。 有这个鬼物,那个敲门声应该可以得到很好的限制,不至于无差别的传播开来。 杨坚大胆地离开了自己的鬼欲站在鬼物之中听了一下,确定听不到声音之后才放下心来。 不过才刚刚走出鬼欲,杨坚就猛地看见前方的那灰蒙蒙的浓雾之中一个人形的轮廓迎面走过来。 这鬼东西随时随地出现的吗? 不过现在这鬼物还有作用,至少可以替我封锁酒店,等我解决了这灵异事件再想办法解决这鬼物也不晚。 他依旧没有选择这个时候和鬼物之中的鬼进行接触。 一来不想浪费精力,二来也不想让鬼物在这个时候消失。 立刻,杨坚再次使用了鬼欲,然后迅速地离开了这场浓雾之中。 如果自己没有鬼欲的话,他相信就算是驾驭了两只鬼的欲鬼者也会迷失在这里,很难出去。 很快,杨坚走出了鬼物,并且迅速地远离凯撒大酒店。